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一期来勾置这款泡芙花手提包 这款包包是由漆片花片拼接而成 风格清新,造型立体 包袋的长度可以自行调节 既可斜跨,也可手拎 出门可以装一些随身的小物品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所需要的勾针和线材 勾针选用3.5毫米 五股的牛奶棉,首先,环形起针 先锁三针作为起立针 再用记号扣,在第三针锁针的针目做标记 接着在环齐的线圈,勾置11针中长针 这里的三针锁针也算针数 两针 中长针结束后,将环齐的线圈拉紧 再将白色的线放在枝片的下方 在记号扣的针目勾置一针印把针 第二圈,先锁一针,再将黄色的线剪断 断线后,在同一个针目勾置一针短针 继继续锁三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置一针枣形针 先勾置四针未完成的两卷长针 一 二 四针结束后,绕线脱出针针上的五个线圈 早形针结束,再锁三针 在下一个针目勾置一针短针 花瓣的规律就按照一针短针 三针锁针 下一个针目勾置一针枣形针 扫形针结束后,再锁三针的规律 这一圈一共重复六组 六组花瓣结束后,在这一圈勾置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八针 接着直接向线圈拉大 断线并隐藏线头 第三圈继续换线 在任意两针枣形针中间短针的针目 重新起线 线锁三针作为一针长针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 再勾置两针长针 锁两针 在同一个位置,再勾置三针长针 第二圈的第一组花样结束 继续在下一个两针造型针中间短针的针目 勾置第二组花样 三针长针 两针锁针 三针长针 接着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勾置完这一圈剩余的四组花样 六组花样结束 在这一圈第三针锁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八针 继续拉大线圈 断线并隐藏线头 第四圈继续换线 在任意一组三针长针中间锁针的空隙处 重新起线 先锁三针作为一针长针 继续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置一针长针 锁两针后 再勾置两针长针 第一组规律结束后 继续在上一圈两组花样中间的空隙处 勾置三针长针 第三针就按照 在锁针的空隙处 先勾置两针长针 两针锁针 两针长针 在两组花样中间的空隙处 勾三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 一共重复六组 继续在第四圈开始的第三针锁针的针目 勾置一针引八针 拉长线圈 钝线 隐藏线头 再按照同样的方法 一共勾置七片相同的织物 接着再按照图片标记的位置 将这六片花片拼接在一起 在织物连接前 我们先将线圈挂在勾针上 再将需要连接的两片织物对齐 从这两片织物棱角处 锁针的那半针的针目入针 将三个线圈合并 接着就按照同样的方法去连接剩余的部分 当织物的边缘部分连接好后 直接将线圈拉大 断线并隐藏线头 六片织物连接好之后 再用记号扣在这五个边缘的位置做固定 继续再用同样的方法 将记号扣固定的位置连接 最后再将第七片织物连接在包体上 包带的部分在勾置之前底部预留出多余的线头后 锁针其针 继续锁三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锁针里 按顺序 勾出线圈 再将勾针上的前两个线圈取下 在第三个锁针线圈上 勾置一针引拔针 继续穿过第二个线圈 勾引拔 第三个线圈 继续取下勾针上的前两个线圈 按顺序 勾引拔针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 将包带的部分勾置到自己想要的长度 结束后 脱出勾针上的三个线圈 锁一针 预留出多余的线头后 断线 再将包带缝合在包体的两侧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